誰最具有雙面人的特質 我知道第一個一定會有雙子座 因為它就雙了啊 你真的是把全天下雙子座得罪光了耶 沒關係我不怕 大家好我是希希 大家好我是蘇蘇 我們是 希希 蘇蘇 等一下為什麼妳講我的蘇蘇 我的蘇蘇 我講你的蘇蘇 這個跟我們今天主題很有關 對不對 要做一些交換 喔 妳很真會敗 今天我們是第四集了耶對不對 也在想很久了 是 在廣大鄉民的熱烈回應之下 我們電影跨界星座這個單元 其實挺受歡迎的 這一次呢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就是 小丑這部電影 那這部電影很有趣的是 過去我們看到的小丑 都是跟蝙蝠俠要互相對尬對吧 但這一次小丑是一個 個人的獨立電影 哇 出獨立的專輯了 對 而且它這一次 還是入圍了今年威尼斯影展的 主競賽單元喔 我個人就很驚訝說天啊 這不就是一部好萊塢的 反英雄電影 居然還可以入圍 威尼斯影展 我就想說 那這一次應該會 挺令大家驚訝的 嗯 那講到小丑這個角色呢 大部分的影迷呢 應該想到的會是 這一位對不對 沒錯 希斯萊傑 好 跟我一樣是這個 牡羊座的希斯萊傑 我對他的演技真的非常的驚豔 就是覺得他把那種正常 跟不正常的那個界線 演技真的非常棒 超讚的 我很喜歡他演 我覺得因為 當時他要去演這個角色的時候 大家都不看好他 如果你更資深 就看過別的小丑版本 就是我們剛才講 傑克尼克群的版本 你們就知道他當年多少壓力了 結果他演得非常棒 最後還得下奧斯卡 最佳男配角對不對 對 好 然後另外一位小丑呢 就是傑瑞的李透 當年這個角色的造型很浮誇 我今天的服裝就是要很浮誇 跟他致敬嘛 他還沒掛啦 不用致敬啦 就是 你看滿口銀牙 這個小丑這個樣子就來剖嚇人的 對 可是你不覺得他就很有那種 摩羯座那種 冷面笑僵那種表現方法嗎 他看起來就像是一個 三天沒睡覺了 五天沒吃飯 又餓又精神不好的狀況 很可怕的一個角色 小丑飾演這個角色就是 Walking Phoenix 那這位仁兄就是演技著稱嘛 所以他演小丑說 大家不會覺得特別的意外 大家會很想看他的演技 真的 可以如何突破 對 但是呢 因為Walking Phoenix之前曾經有講說 他演到某一部電影之後 他就不演了 哦 又出來演了 結果他還是繼續演啊對不對 對 那他什麼星座 天蠍座 我覺得這個名字很有趣 你知道嗎 因為第一個是 天蠍座本來就有 死了重生的現象 在他的姓 他姓是什麼 Venis對不對 鳳凰 你知道嗎 這樣你可以拍 我跟你講 真的因為鳳凰其實在 如果你要去對印星座的話 他其實可以算是 在靈性學裡面 算是天蠍座的升級版 所以就浴火重生 他又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角色 跟他的 出來的時間真的剛剛好 完美 哇靠 太了不起了 可以拍拍手 所以我們這一次 小丑就帶出另外一個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主題叫做 誰最具有雙面人的特質 我知道第一個一定會的雙子座 因為他就雙了啊 你真的是把全天下雙子座得罪光了耶 沒有關係我不怕 沒有錯啊 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呢 這個變動星座 包括了雙子雙魚射手跟處女座 最容易有雙面的特質 反正有雙嘛對不對 雙魚跟雙子上榜 我們都不意外啊 真的喔 處女座上榜應該會讓有一些 正在看影片的網友覺得有點困惑 說他們不是很有原則嗎 他們不是一絲不苟嗎 其實所謂的變動星座 或雙向星座的原因就是 他們很習慣跟不確定相處 所以呢 這些星座基本上就是 今天可以說一套明天說一套 但是這個善變的原因是他們覺得 很多事情本來就不一樣啊 我今天穿這樣 是因為 可能今天環境需要這樣 我明天穿這樣是我今天 覺得這個環境變了 我應該要換 所以他們可以 根據不同的條件來轉變 穿著的裝變還蠻正常的 可是如果一個人的價值觀會不一樣 這比較恐怖啊 今天大家做一件事 比如說他覺得這個 你的西西對不對 你很樂觀 所以什麼事要跟你講嚴重一點 你才會覺得很嚴重 那我比較悲觀 他跟我講 沒問題 沒有這麼嚴重 雖然要小心 所以他們其實會選擇性的 去做說明 總之呢 在我們檯面上 有很多政治人物 都是雙子座 對 我不會說是川普 我還是說了 所以我們今天是不是有什麼 特別的正獎 要給我們的觀眾朋友呢 有 在我們的影片裡面 會有一個連結 然後我們點進去那個連結 就會有說明的題目 那這一次我會送什麼的好禮物 都會在那個連結下方 裡面會有說明 好 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那看完了之後 你是不是對於小丑電影 以及誰是雙面人 更有了解的呢 那麼我們今天節目呢 就到此結束囉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今天的內容 我是西西 我是蘇蘇 我們是 西西蘇蘇 蘇蘇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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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